大家好,我是曼曼老师 下面请大家跟我一起进行虎系动作的完整练习 健身气功五情细 两脚开立 两臂自然下垂 目视前方 舌底上额 调匀呼吸 一手丹田 起视调息 上提 下按 提 按 提 按 额 鼓举 握拳 上举 握拳 下拉 握拳 握拳 举 握拳 拉 握拳 举 举 握拳 拉 过行 腰 ここの时候 举 箭 握拳 条 虎扑 两手上提 前伸 下按 上提 下扑 提 伸 伸 提 扑 提 伸 按 提 扑 提 扑 伸 按 提 扑 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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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两脚自然开丽与间同宽 首先我们要讲启示动作 两手上举回收的时候 自然配合吸气 下按的时候呼气 好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接下去呢 胡举的动作 我们在上提的时候 吸气 下落的时候呼气 那么在过程中 就保持自然呼吸的方式 下一个胡扑的动作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在上提的时候配合吸气 下落的时候呼气 然后呢 如动上提的时候吸气 向前扑的时候呼气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我们向前扑出的时候 定格在扑出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要有一点臂气 自然的臂气 这是我们虎扑要注意的呼吸配合方式 两个动作做完之后 两臂向前 向上 向下带的时候配合 上举 吸气 下按 呼气 除了我前面讲到的 要配合 吸气和呼气的地方 其余的动作 大家可以采用自然呼吸的方式 在你没有很好的掌握动作 熟练动作的情况下 可以将停闭呼吸 暂时 以自然呼吸的方式进行 那么初学者呢 建议 从头到尾都采用自然呼吸的方式 等你动作练得非常熟练了 再根据我前面讲的呼吸方式 进行配合的练习 以上就是呼吸动作的呼吸配合 接下来为大家讲解动作的身体结构 首先 我们启示动作 就是立身中正 保持身体的中正 下一个动作呢 就是呼举 呼举在我们上托的时候 可以身体有一点点上扬 胸腔向上打开 但是注意身体结构不要出现 呃 哐 向前顶的情况 一定是向上领 人是立身中正的 把胸腔向上打开 手在上举的时候 注意 要和你的肩成垂直撞 大家看一下 这是呼举的一个身体结构 接下来 呼扑 呼扑呢 我们在身体向前扑出的时候 如果可以的话 首先我们的下肢 两脚要呈现一个直立的状态 然后呢 身体向前驱 我们的躯干和我们的脚 形成一个90度的状态 那么注意 腰背部不要弓背 要向下 形成一个反弓状 然后两臂向外扑出的时候 你的手臂 你的腕 应该是你肩部的一个延长线 所以呢 在向外扑出 不能扑到90度的情况的话 那么 我们可以高一点 但是呢 它一定是你肩部的延长 向外延长 好 那么 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 还要注意呢 两脚不能夹吸 不能屈膝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下意识动作呢 是虎扑的后一个动作 我们在我们虚步 初步的时候呢 要注意什么呢 我们身体不要过分的前倾 身体有一点点微微的前引 然后我们的腰背部 微微向后靠 和你的手形成一个三角的点 好 这个动作呢 大家在做的时候 还要注意两脚间的距离 可以微微的向外撑 不要叠加在我们的前脚上 左脚微微向左开 然后身体呢 是立身中正 这是我们虎扑动作的 一个身体结构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则 养生小知识 我们在进行虎扑 这个动作的时候 容易呢 让我们的颈部有点僵直的状况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错柔脖子的方式 来缓解我们颈部的疲劳 这一个动作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很好的预防 高血压缓解头疼 或者偏头疼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上班族 面对电脑 工作压力都非常大 那么颈部呢 特别容易紧张 那长久的坐在那儿 也容易导致呢 我们颈部的供血不足 导致头晕或者怎么样 通过搓揉脖子的方式 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些问题 那么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手 向后反向的这样 单边的搓揉我们的脖子 然后呢 单边完了之后 另一边 进行这样的按压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子 单边的揉按 向下按 搓 这样子 揉 按 然后呢 掐 这样子 来缓解我们颈部的一个疲劳和僵硬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课的所有内容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